欢迎收看任务生存 今天怎么要做的任务是雨林系列的任务 既然呢要做雨林的任务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找到雨林了 而且不光得找到雨林 我们还要找到有真神庙的雨林 这一点就比较难了 现在这个版本啊 真神庙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感觉特别不好找 我们家附近呢就有一片雨林 可是很不巧的是 这里没有神庙 接下来那就跑图吧 别的不说啊 这个火山我倒是都遇见三个了 雨林呢也是碰见了不少 但是全都是假的 最后找了一个小时 终于找到一个真神庙了 太不容易了 先采集一点雨林之星碎片 然后再合成雨林之星 用这个直接激活神庙 下一个任务不用我多说了 那就是击败雨蛇神 这种击败类的任务都挺好做的 是因为我太久不玩了吗 总感觉这个雨林神庙 跟以前比发生了一些变化 也是三下五除二 就把雨蛇神搞定了 不过她的战利品 神圣树种子 我一直没有捡到哎 不会掉到眼浆里了吧 结果嗓梦说 在她身上 害得我找了半天 真的是 有这样的坑货男朋友 每天都要被她气死的好吗 获得了神圣树种子 我们回家找个地方把它种上 睡了一觉起来 这个神圣树就长大了 下一个任务就是要获得上面的神圣树果实了 但是这个神圣树这么高 我们肯定上不去 所以在此之前要先做一个火箭背包 来到炼香挖矿 先这样再炼火箭背包就做好了 马上来到神圣树上面 采集果实 小电灯泡子也出来了 成功的掌握了她的热点 那就是恐高 虽然左边的这个界面 显示的任务是战胜黑龙 但是雨林神庙的任务 其实还没有全部完成 我们点看的话 可以看到还有两个支线任务的 一个是做蛇神之翼 另一个是做权杖 正好材料不是很够 我们先来把雨林神庙剖刮一下 最好剖刮的 那是比桃子的脸都干酱 回到家里做出蛇神之翼 其实在没有火箭背包的情况下 用蛇神之翼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跟我现在这个皮肤真的很搭 还剩最后一个任务了 做出杖杆 然后再拿出我们羁绊与蛇神 获得的雷电金盒 合成雷电法杖 好了 那到这为止呢 我们雨林系列的任务 也是全部完成了 接下来就要开始 猎人星和萌眼星的任务了